Hello大家好,我是秦时堂的猪桥 今天让我们来做一个常见的日式便当 三色索波罗便当 我把它摆成了一个不是很好看的熊熊的鸭子 它其实可以更好看的 材料这些,我用的是精瘦猪肉馅 你可以把它换成鸡肉馅 首先来搞我们的第一色绿色 用水焯一下菠菜 菠菜熟了以后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放到一旁待用 在碗里加一小勺白酱油 一小勺糖 我用的代糖 一大勺普通酱油 炒过的白芝麻 把芝麻碾成碎会更香哦 然后把冷却下来的菠菜剪成碎 拧干水分 让它调料碗里 再把它们拌开 我们的第一色绿色就做好了 如果你没有白酱油的话 也可以把它换成醋 那样的话就是一道妥妥的凉拌菠菜了 接下来第二色 在肉馅里加一大勺料酒 一大勺酱油 有味淋的朋友加一大勺味淋 没有的话用一大勺糖代替 再加入可以摸过锅底的水 中偏大火直接开煮 一定要不停地搅拌肉馅 让它做到粒粒分开 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呢 因为这道便当的名字叫索波罗 索波罗就是碎粒的意思 没用的日语单词又学会了一个呢 最后大火收汁 变成差不多这个样子 就可以直接把它塞到嘴 放到一旁代用了 很快的啊 最后一个颜色 在鸡蛋里加一些料酒 倒一些盐 再加一小勺糖 我用的还是带糖 主要是日本人太喜欢吃甜口了 如果你介意热量的话 可以和我一样选择带糖 或者干脆多放盐少放糖 做成咸口 上不粘锅开中小火 我是直接冷锅无油倒的蛋液 从倒进去那一瞬间 就开始全程滑了 这样鸡蛋就会慢慢的 变成一粒一粒的形状 提前关火 用锅的余温继续滑了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 很嫩很嫩的鸡蛋索波罗了 还有人记得索波罗是什么意思吗 我还这么快就忘了吧 最后把所有材料都拼在一起 索波罗熊熊便当就做好了 对不起你实在是太丑了 让我们来回炉重摆一下 在便当底部铺上米饭 然后按照这个样式 铺上你的三色菜 一道典雅的三色便当就做好了 我自己带着想要把它破坏掉 总之呢 虽然我一勺只快上来了两个颜色 但是我们的三色便当就这样做好了 三个菜是三个不一样的味道 因为每一道菜都是粒粒分开的 虽然是个盖饭 但却吃出了黑蛋炒饭 最简单也最困难 对不起暴露年龄了 总之呢这个便当做起来真的特别简单 就是要洗的锅有点多 所以我就刷锅了 886 感谢你的关注订阅转评赞和三连 希望你可以买出一只可爱的熊 交给你们了 wink wink